好那這邊分享一下我們今天大概做的一些成果討論跟一些分享的可能性 那在最主要我們今天有跟同仁討論了一下我們之後開放資料的一些應用跟如何去做轉接 那像我們在業務上我們其實對一些災害跟調查 我們有持續的一些專題的報告或者是一些記錄 然而他的被搜尋的特性其實沒有那麼的好 那其實右邊看到的他是一個PDF在我們246的網站 那台語的顯示是246大家打246就會找到 第一筆可能是246號公車第二筆就是我們的網站 那麼我們就希望說在結合Wikidata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些模板跟我們目前已經嘗試有處理過的一些方式把它建進去 那後續我們在思考說在OpenStreetMap上可以用一些特殊的圖徵 或者是連結的方式讓它能夠進到我們的向量圖徵 或者是GIS的一個資料庫裡面 那這是我們持續努力的方向 那後續我們也會在可能之後的一些黑客送或是有一些機會 當我們的模板的串接處理好之後 再邀請大家來一起協助幫忙去做處理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一直以來有在徵集各位的一些歷史災害的一些影像 以及說我們在影像平台上面已經有的照片但是缺乏了一些座標 那可能是歷史上各個不同時期的一些重要災害 那也一直期待說大家有空或者是有興趣的話可以上來看看幫忙定位 如果上到平台的話 你可以在協助定位的按鈕裡面找到我們已經有安排的一些主題式的災害照片 但是是缺乏坐標的 甚至未來在還有其他災害的時候 不管是可能水災地震土石流或者是颱風 那也歡迎各位能夠去即時做一個影像紀錄 並且上傳到我們的平台 那我們的平台上面也有做好一些相關的API 可以再重複接接應用回去 那我們今天其實也有跟日本來的朋友去聊到 在一些導覽或者說我有一些主題性的服務或設計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開放資料是可以應用的 那然而如果沒有開放資料怎麼辦 所以在中間我們其實有交換了一些建議 跟我們自己一直有在用的做法是 你如果確定有這個資料 但是他沒辦法開放或者是你開放不出來 我們可以用假設猜測跟用資料融合去把它融合出來 對不是所有的資料你都拿得到 也不是所有想像中的資料都有 但是有些東西是可以藉由A資料找不到 我們可以找B找C 甚至是連擊交集或者是做處理 那有很多方式可以拿到資料之後 開放資料或者是我們想辦法用其他的資料 讓他顯現出來開放之後 他是可以做一些應用的 那中間我們也有做一些意見上的一些交換 那在最後就是我們很需要同仁 對那請大家參考 最後就是目前我突肥的一個頻道 就是Research的頻道 那今天有在跟一些認識其他的坑主 或是像龜山島地區 地方的一些文化發展 跟他有想要做的一些專案或者是操作 那也歡迎後續大家可以在Slack裡面保持一些聯繫 我們會持續的跟公民這邊 公民參與公民協作做一些互動 以及我們會持續努力的將資料做公開開放開源 那也持續的跟各位尋求未來這些資料 應用的一些情境 甚至說跨機關之間的一些合作 好 以上介紹 謝謝 我們